要不要回应一下 为什么加入民众党吗 2022年金门县长陈福海 悄悄加入民众党 直到2023年事情才曝光 如今党主义柯文哲 因为卷入金华城弊案 被关在台北看守所 党官网的县市长栏位 却无预警的把陈福海名字消失 网红四叉猫发文质疑 这是偷偷退党想跳船吧 民众党县市首长犯罪率百分百 柯文哲金华城案收押警戒 公安贪污七年四个月 陈福海收贿判刑十个月 陈福海是不是偷偷退党 然后跳船 不会没有这回事 那单纯是因为官网的调整而已 好像去年在选前的时候 好像他就有申请所谓的退党 程序是不是走完了 然后现在他已经正式退出 民众党这件事情不得而知 柯文哲前幕僚爆料 其实2024总统大选前 陈福海就想退党 党费也很久没有缴 面对传闻陈福海不愿多回应 倒是民众党的跳船潮 不止这一桩 从柯文哲手上接过棋子的蔡婉晴 2022年就曾代表民众党 角逐台南市东区议员席次 甚至接下台南市党部主委职位 替党中央在地方招兵买马 但柯文哲并按缠身 重创党的声誉和信用 让他不得不考虑退党参选 2026 曾经接触过的人 他们都有陆续打退堂股 或是说他们想要回归到他 可能原本的政党也好 或是他直接干脆用五党级 继续选下去 赔上了不会只有主席 自己本人的亲运 我们的亲运也都是赔上去的 民众党这块招牌 因为柯文哲官司 谋上阴影 想要再赢回选民信任 恐怕还有很长 一段路要走 民事新闻成员的林东明 李建成 台北岛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